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我用你們學長寫的一個例子 也許你們同學在做專題製作 認為說這個反正就是過程 其實它是真正很好練習的一個過程 尤其是我們現在 所有所學的東西 一定要在業界上能夠用得上 要不然你白學了 你白花了時間在這裡 我剛剛用同學學長寫的方式 現在我再用一個方式給你們看 譬如說全家 三年前 兩年半前 全家他認為 我想了解一下 他組織行為部分 怎麼樣去做 讓他的員工 全家的員工 你知道全家唯一所有的超商裡面 全家是唯一有設立自己的 他稱為全家大學 在淡水區域 有一陣洞的大樓 都是在上課用的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好 你看我的做法是如何 我告訴你 看到這裡就知道 這裡面有一個叫做 全家的課前問題 我把他們想要了解的問題 我問他 結果他就把他的問題告訴我 我就告訴他說 你把這些問題告訴我 結果他就把一些問題告訴我 Email給我 然後呢 我得到這些問題之後呢 我就開始做另外一件事 我做什麼事呢 我另外做一件事就是 開始看他的 設計一個問卷 設計一個問卷 這個問卷 那時候還是中華97年 頂年底的時候 年初開始到年底 然後我就開始做一個問卷 這些問卷呢 我預示的方式 花了很多時間去找很多題目來問他 把店長他們的資料收集之後呢 我們做統計 結果我就做一個統計了 統計的結果在這裡 統計的結果呢 譬如說在情緒勞動部分 他全家的男女員工有什麼差別 他在組織行為裡面 利他行為 像組織 假設你們是一個組織 什麼叫利他行為 我不願意 我會依照這個組織的需求 我不會隨便找人家講話 找人家講話是怎樣 是讓別人沒有辦法聽課 你自己沒聽課還算囉 你找人講話就影響別人 他就沒辦法聽課 然後成績兩個都不好 那不是利他了 那叫組織公民非利他的行為 在企業界裡面呢 如果說我為了公司的努力 我好好的 人家來了 我說我們公司很不錯啊 什麼 結果他不是這樣講 不要跟我們全家買 那就非利他 組織的利他行為 彼此之間的一種概念 好 這是我們把很多做一個統計 統計好以後呢 我就寫一個報告給他 讓他知道 你們全家是怎樣 這個部分當然我就不呈現給各位看 因為這是他們全家的一些內容 好 這是我上一個堂課呢 跟同學們介紹一下說 我們到底是要研究的目的在哪 功能會是什麼 好 接下來呢 我就用這一堂課的資料呢 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教學目標 通通列在我們的網頁 我們的網頁 不管你們是上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學習網 或者說 你上去 我們的那個 你們自己選課的部分 老師 我的部分呢 你點他有課程大綱 前面部分大概都沒有什麼變化 我告訴你們目標是什麼 希望你能夠得到企業管理問題 調查分析跟解決方法 這些能力 我們了解學生 我讓你們了解說企業管理 他調查分析的時候呢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然後呢 我們對企業的研究方法呢 讓企業能夠提升什麼效能 再來 探討各種研究方法的應用的時機 調查是什麼用調查法 什麼時候用觀察法 什麼時候用這個 我們講叫做 譬如說 訪問 訪問的方式 什麼時候用座談的方式 這個是方法的應用 還有呢 我們如何去把 提出一個計劃 解決問題的計劃 也可以在這邊找到 或者 將來準備你們做專題製作 還有呢 應用研究方法來進行其他的 其他的這種 更深入的一種研究 理論的發展 也是裡面的一個方法 再來授課的方式裡面 授課的方式 上過我課的都知道 像現在已經慢慢在了解 上課我都常常會問同學問題 主要目的是讓你融入 如果說 你自己回憶一下 如果說你再了解事情 然後你再去口述 你要去表達 讓你學得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有吸收 只有吸收 你沒有表達 你就沒有消化 如果你要去把 你知道的事情講出來 講出來的時候 必須要去思考 思考的時候呢 就會有更好的收穫 所以這是我課堂裡面講的 我們課堂上會有作業 會有討論 會有新的報告 然後會有其他的 一種方式來進行 包括這個共同的分析 共同寫寫一個報告 成績考評很重要 在這裡讓同學們先了解一下 我們資料 資料或者教材的原讀 也就是說你要事先去準備 甚至於說你書本沒有 你可以到網路上面查 你隨便打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第五週會談到抽樣 你在網路上打抽樣 他會告訴你如何抽樣 抽樣分配 甚至於說網路提供你一個程式 你只要告訴他說 我的母權多少 我需要多少人 他會告訴你 你應該抽多少人 網路上都有啊 我會告訴你為什麼要抽樣 我不告訴你結果 我同時我雖然告訴你說 網路上可以找到這個 我也要告訴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在資料研讀方面 上課的參與包括初缺行 初缺行的狀況 還有呢課堂討論狀況 課堂作業 尤其是我同學 我跟同學講過了 上課不要去講話 有問題要提出來 上課呢不要睡覺 如果真的很累 兩三分鐘就要起來了 我會告訴你 該起來啦 不能再那個 然後呢 我們還有一些期末的報告 或者期末的測驗 最後呢 同學們可以利用 平常或者看什麼時段 給你做報告 你可以報告 你收集資料狀況 你可以報告 你在做統計的時候的問題 等等都可以 好 這是我們大概分配一下 資料研讀有沒有研讀 其實騙不了的 問一下就知道了 15% 上課參與20% 課堂討論15% 然後期末其中課堂測驗等等 或者報告呢35% 這是重點 最後呢 是口頭的報告的話 可以佔15% 這是大約的一個分數 大約的一個分數 好 接下來呢 我讓同學們了解一下 上課的內容 第一個 簡介 今天 今天我們做簡介 今天我們做簡介 在這裡 接下來呢 下禮拜 我會告訴你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 到底研究流程是如何 怎麼樣做這個研究流程如何 接下來呢 我會告訴你 收集資料到底要怎麼收集 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做收集資料 然後這個是蠻快的 第四周我們就要發展到 研究的架構 研究的架構到底是怎麼樣去規劃它 第五周呢 我們會談研究的設計 研究設計呢 架構有以後 設計當然就是出來了 比較接近設計的部分 這個 譬如說怎麼樣去抓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有哪一些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方法等等 再來就是這個資料的一個 再來這裡 資料的一個分析收集 我怎麼樣把原來收集的資料 設計好以後呢 變成一個假設把它轉成為一個 研究假設等等 然後還有 變相 什麼叫變相 這就比較專業囉 這幾個都跟問卷設計有關的 這幾個是跟問卷設計有關的 變相 什麼叫變相 什麼叫尺度 什麼叫性度 什麼叫效度 然後問卷如何設計的 設計完以後它如何抽樣 抽樣如何抽樣 如果說是另外譬如說 產銷人發財裡面的產 生產管理 它就有實驗設計的問題 那一般是比較沒有實驗設計的問題 然後量化資料的分析 這分析的時候呢 用什麼方法分析包括 用統計的哪一個東西去做統計 再來報告怎麼寫 報告寫也要一個規矩的 也要一個格式 最後呢 就做一個整個評估了 這是我給各位做參考的一個部分 整個過程是這樣 接下來呢 我會跟同學們提說 有很多書本可以參考 有很多書本可以參考 去年應該是前年 前年是我跟傅彥凱老師搭配 他教這個統計 統計叫什麼統計呢 就是我們講的應用統計 SPS的應用統計 那我來上研究方法 那時候我就選這一本書 五萬億這本書 這本書非常好 雖然它滿舊了 2008等於說97年96年的書 甚至更早的書 因為它是已經第三版了 那本書非常好 非常詳細的介紹 你研究方法跟統計 可是太貴了 太貴了 有興趣當然可以看 那後來我找這一本 楊正學這一本 這一本是最近 它把之前95年的時候 民國95年的時候 它的資料再做一個翻新 所以這一本比較便宜 這個也是滿值得去參考的 當然還有很多書 很多書 這裡面所有的書本都可以參考 像這一本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看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對研究有興趣 你將來要再去走研究所 去念書的時候 這一本很不錯 這一本是等於說 研究企業研究方法的聖經一樣 這一本 而且很便宜 這要花時間去看 這全部是原文的 講得非常清楚 這有很多書可以參考 當然我沒有說一定要買書 但是買書對你們將來 研究的專題製作 研究的方法 這個統計方法 這裡面都有寫 是滿簡便 而且實用的一本書 好 到目前為止 我把課程的部分做一個簡介 好嗎